一二路通常都是影像 那第三路我希望做PowerPoint的時候怎麼辦呢 PowerPoint隨便拿一支拉線的 也可以 無線的也可以 那我們這個直接HDMI進去 HDMI進去之後呢 這個iPhone呢 第一個就是過度使用它就是擋機 它會熱擋機 然後其他的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熱擋機就是它這個保護使用者 避免過度使用的一個做法 這是我給它圓滿的解釋 實際上就是很容易擋掉 那我的這一台很嚴重 那再來就是 為什麼沒有輸入進去呢 我這邊確認一下 因為這都是原廠的 來各位看一下 這個叫做TV 很多人都會犯錯 這個叫做輸出 這叫Sauce段 這叫Display段 這兩個不能做錯 做錯之後它會沒畫面 那我故意做錯的原因呢 其實就是 對啊 輸出 來了齁 它雖然是原廠的東西 但是做得 就是這個樣子 好 那我們要把它輸出滿畫面 照片交出來 那這時候我就把這個場景齁 我就把畫中畫這個場景 先取消掉 讓它成為乾淨的畫面 然後呢我其中一個通道 專門做乾淨畫面的 選擇3 這就是單一畫面 我又叫3就是要做單一畫面 一二就是指紋畫面 就這麼樣簡單 那好了之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滿畫面 首先呢 先做好準備 那因為我們剛剛已經做了快切 所以它就是直接出去了 就直接出去了 好 那出去之後呢 我們可以在這個簡報上面 放大縮小 用PowerPoint的方式 做局部放大 做介紹 好 這麼容易 這麼親切 這麼好用 那我們做了這麼多介紹呢 那到此上就可以告訴你 好 今天我們 這邊在展示的東西 還有我們的效果 出現的畫面呢 是 欸還不錯 是滿畫面的 好那這時候呢 我們要做字幕畫面的話呢 就把它併進來 併進來 併進來的方式呢 就是 按這個 化妝畫 打進去 打進去 那打進去之後呢 我要設 我的 講解 這裡 這裡 好 那麼 我覺得這個 老師呢 要放到我的 紙畫面 好 那我這個 背景呢 我要用 三號畫面 三號畫面 好 那我的講解呢 要用 老師畫面 這樣就搞定了 那就這樣就出去了 好 這樣就可以形成一個 我們的 子母畫面 那這做好之後 記得還是要記得 好設計好的東西 很辛苦 再把它存到我們的 場景裡面 存好之後呢 我們將來 叫出來很簡單 好 就 一 二 四 剛沒有存到 剛沒有存到 沒有存到 沒有存到的原因 啊 再來這個設計完之後 這自動 這有個很好的設計 他會自己跳場景 他每隔五秒 會自己跳 一二三四 自己設計 然後沒人的時候 有時候 那個 晚會活動什麼的 都設計 讓他自己跑 自己跳 好 以上謝謝